字幕提供 我現在想做的是 有很多欸 就我會希望我自己 趁現在我還年輕 然後有很多的時間 可以把很多事情 都去試一試 那我之後 我會想去英國打工 度假或是學語言 這樣我還可以去歐洲 順便當背包客 三十歲 我會希望到時候 我會是各有自信的狀態 然後希望我到時候 可以找到一份我喜歡 然後又適合我自己的工作 對生活也更規劃 我覺得三十歲 因為知道時間可貴 然後青春一去不復返 所以只要是有想法的部分 或是夢想的部分 就會實際的付諸行動 我其實很想去冰島旅行 因為之前看過 白日夢冒險王之後 冰島就成了我 非常非常想去的國家 我很想去看北極光 我想是喜歡的吧 雖然跟二十歲 比多了一些煩惱 但是也是因為 達成很多目標 才有現在自信的自己 旅行吧 很懷念當初 說走就走的自己 希望現在也能多一些勇氣 還有時間想玩片歐洲 我一直很想累積耶 因為我真的太出國了 亞洲萬里通 有啊 其實我身邊朋友 蠻多都有在使用 有累積里程啊 但是我沒什麼用 大家過去所了解的里程 大多停留在搭飛機 但其實現在累積里程 從日常生活消費就可達成 亞洲萬里通就是一個 以平日消費為主的 陸地吉利計畫 簡單來說 吃個飯就可累積里程 又再快一點 就是使用可累積里程的信用卡 每筆刷卡消費都能賺取里程數 依照個人喜好 大家可選擇 適合自己消費習慣的里程信用卡 有開車加油看電影 就能享有15元一里的 也有平日消費18元一里的 或是不分國內外都20元一里 或是海外實體店面消費5元一里的 若要勇敢一點 就是把平日所有開銷 甚至支付工具綁定 全都累積在一張里程信用卡 累積里程不需刻意消費 就可快速累積換到一張機票 以台北往返香港經濟艙機票為例 只要15000亞洲萬里通里數 台北往返東京首爾 曼谷經濟艙機票 也只需2萬亞洲萬里通里數 若享有不同玩法 還可用里數兌換全球飯店 當地體驗行程 甚至租車服務 里數的運用相對彈性與方便 可以從生活中 就可以輕鬆的累積里程 其實還不錯 還滿容易的 我覺得我在30歲之前 很有機會到第一次的商務場 有累積里程真的比較快 換了一張機票之後 又馬上有新的里程累積 20 30 40 不管幾歲 都應該懂得生活 亞洲萬里通 讓你輕鬆累積里程 當個自由旅人 現在就出發